众生意平等 魂起 将所述的证人和人的愿景 纠结了如明亮大惊 九龙世七号 黄毓民 马玉生 那女友更美风景 人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得逝 myradio.hk 全力支持 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myradio的支持者 大家好 我是毓民 我忙于选举工作 但我也要提醒大家 九月的月费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因为我们选举 也是非常辛苦 常在街上 我们现在四区 他们个人都有筹款 但我个人就是没有筹款 大家支持这个毓民踩场 为毓民踩场打气 月费就加倍又加倍 在这里希望大家帮忙 为毓民踩场打气 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呢 未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假设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天可年见 香港何其不幸 出了个myrair港财 六八九 myrair港财 六八九 myrair港财 六八九 三年前 本席在这里痛斥六八九 没有诚信 喜欢说谎 是一个人格悲响的人 根本就没有资格 文字香 myrair港财 六八九 myrair港财 三年多以来 暴行逆施 天路人愿 神僧鬼烟 但是他不但不知愧痴 还用艾痴必步以斗争为乐 myrair港财 六八九 myrair港财 六八九 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翻到大陆 都要唱衰香港 myrair港财 六八九 myrair港财 大港财 六八九 唱衰香港 他就叫我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问他什么时候死 六八九 大大陆 大港财 六八九 唱衰香港 六八九 什么时候死 六八九先生 你的贱建问题 不是单纯的贱建问题 而是公开向市民说谎 你隐瞒 贱建这个事实 myrair港财 六八九 myrair港财 myrair港财 六八九 唱衰香港 六八九 什么时候死呀 什么时候死呀 六八九 什么时候死呀 六八九 什么时候死呀 六八九 我现在的问题是 作为一个小圈子产生的所谓行政长官 你控制几万亿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基金 统领十几万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基金 统领十几万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基金 人格这么卑夏 还有什么顳面 去管治香港 是不是应该 立即退 六八九 唔々唔豹 六八九 上iology香港 六八九 兩群七彩 四 六八九 ическая文化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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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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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